那博士現在正在寫第二本書 那小畢也這邊預告一下第二本書 大概會在今年的暑假左右出版 那這邊要偷偷問一下博士第二本書的內容 我知道有個內容就是 關於有多父母都很關心就是孩子的發展 不曉得發展的磁環還是發展的障礙什麼的 博士在書裡面是提到說可以從一些外觀做一些判斷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因為第二本書主要是我們講說 怎麼樣去平衡我們的大理 那所謂平衡的概念 我們可以說發展有沒有平衡 或是說我們的左右腦有沒有平衡 那一般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其實很 我們一般的所謂的正常冷來講 我們並沒有到說我已經中風冷 或是說我要到吃藥的階段 或是說我老的痴呆或是所謂的阿金思症 一定要去吃藥的階段 那我們是不是有辦法透過一些方式 我們早期去稍微看一下說一些細微的變化 然後我很快的用一些可以每天去做的方式 就把它活化回來 那譬如說我們首先我們就要判斷說 那你是不是在 譬如你剛剛的問題來講 小朋友他發展有沒有持緩 那其實我們有幾個很簡單的判別 就是說我們就是從 我們的原始反射 身體的原始反射 一般來講就是說 小朋友在一歲之前 他就會有一些原始反射 但是一歲以後 這些反射就要消失掉 譬如說因為 為什麼會消失 因為我的大腦發展過強以後 我就會把這些原始反射把它壓死掉 所以當我大腦出現問題的時候 這些原始反射它可能又會跑出來 那所以就是說如果我要判定 小朋友他身體的原始反射是有沒有完全被壓死掉 那可能就要從一些現象來看 那舉例來講就是說 一個比較常見的例子 小朋友他有尿床 或是說膀胱比較敏感的現象 那是有一個反射文叫做 嘉然反射 那這個反射就是說 當我去摸他的背的時候 背部肌肉的時候 他身體會產生扭動 就怕癢啊 會怕癢 或是說小朋友他 衣服裡面有標籤的時候 他就好像做不住 對 他就敏感 或是說有椅背的飲食 他也做不住 有椅背這應該算比較嚴重 對 就是比較嚴重 比較跨傷的飲食 但是這個反射 他可能一直都沒有完全消失 到了年紀比較大成人以後 他可能就會開始 因為你長期的背部的肌肉 不正常的收縮之後 可能會產生腰部疼痛的問題 就是腰部的問題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我可以透過幾個指標來看說 你的這些原始反射 到底有沒有消失 那也不能完全就是消失 因為他還是有一個 把他們進階 因為他建立我們的模組化 所以我們從這些我們會看到說 你的肌肉張力是不是正常 譬如說 舉例來講 你走路應該是 右腳踏出跟 左手要同步 那有些人 他變成同手同腳 對 那這就表示說 他的這個 整個設定的這個 我們講 program 不太正確 這也是在發展的地層中 產生的問題 那我們就要去找出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要回過頭來 用一些比較像是 針對性的復健方式 有一些運動 可以教導大家 然後重新再去把它 我們講的重新設定 讓它自然化以後 它很多現象都會消失掉 那如果照你這樣說 家裡的孩子可能真的就是 像你剛才講 衣服上有標籤就很敏感 或者是背部一扣到椅子 就也坐不住 那那種膜可以怎麼樣幫助它 一般就是說 我們會用一個叫 去敏感化的概念 舉例來講就是說 可能 我這個原始反射 我要經過一萬次的刺激以後 它才慢慢慢慢消失掉 那它可能 因為它的刺激不夠 那我就是加強這些刺激 每天的這個 要做一些背部的按摩刺激 慢慢讓它這個敏感化 讓它鈍化掉 那鈍化掉 那鈍化掉 自然這個反射就會消失掉 那代表說 它的這個大腦 可以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所以就是從這個方式來找 找源頭 這樣子的話就是 家裡如果你發現 你的孩子 像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你可以就是 晚上睡覺前 跟他做一下背部的按摩 可以就是去敏感化